要上文字處理簡介 那今天的課程喔 你會覺得又 有點像回到資料處理的那個時候啦 但是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要處理的 物件格式變得非常特別 但是一樣喔 我們就是在做事之前我們都要把那個流程想好 然後我們就是照那個流程 然後去執行這樣子 好那 這個我們今天 就是因為這個 文字處理跟資料處理很大不一樣就是 文字處理有非常多 新的函數要學 那我們這邊首先先介紹八個 所以你看我們核心函數總共就20個不到對不對 我們今天一節課就要講八個 而且這八個的用法 我們到時候文字處理就是這八個的組合 那跟之前的 就之前用到的那些技術除了回圈以外 幾乎你都不會再再也不會用到他這樣子 在文字處理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學的函數叫字串聯合 就是說 如果今天 你有A跟B兩個字串 你想要把他黏在一起 那你需要用PEST這個函數 PEST都是貼嘛對不對 好注意右邊有個參數 SEP 等於這個 雙引號 那雙引號 然後中間沒有東西 那代表他是空字元 好這樣按下PEST之後他就把AB貼在一起了對不對 對不對如果這裡加上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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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出來就是A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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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這邊還可以再多一些 覺得說再多一個C 再多一個C 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A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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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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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好我想你應該可以很容易了解PEST這個函數 他的意思 好接著 如果 你想要 把不同的 這樣子我們是把他 把三個東西用三個參數把他黏在一起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 是有一個物件 X 等於 C A B C 然後你把這個X 這個X 把他用到這裡來 你希望他把他貼在一起 你按下RUN之後你會發現 他出現了 他沒有黏在一起 他還是出現ABC 那他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勒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豆點我如果豆點1 你看一下他黏出什麼東西 原來他把這三個東西 看成不同的東西然後跟後面的互相黏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如果我想要把這裡的ABC把他黏在一起這樣怎麼辦勒 我們要下另外一個參數 好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 其實就是想要 把這個東西把他貼在一起你可以下這個參數 這樣你就會出現ABC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或者說你這裡一樣 驚嘆號驚嘆號驚嘆號 好你就可以黏出ABC這三個字 所以在同一個物件裡面的互相黏合 你下的是這個參數 在不同物件裡面的互相黏合 你下的是這個參數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PEST這個函數 我們就已經學到了 就是 如果你想要把字串 黏在一起 你需要用到 PEST這個函數 還有兩個參數可以做選擇 接下來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函數 叫字串分割 叫STR 這是String String的簡稱這樣子 String 那個Sprite 那 這個 這個字串連合 字串切割 那我們 A點 B 那假設點是一個重要的 假設點是一個重要的 就是 分割符號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給他下參數 Sprite 等於點 然後 Fix等於True 這個Fix等於True啊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現在 在今天的前半小節 前半小節 今天只有兩個小節啊 所以今天只有兩個練習題兩個小節 呃 在今天的第二個小節以前 你Fix這邊一定都要打True 那之後我們再來教他有什麼進階的應用 好 這樣子按下RUN 你發現了什麼 他割出了 這個這個符號是什麼 這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列表對不對 我們把它存成一個列表 好你割出來之後你看Length X他是1嘛對不對 他不是2喔 然後你問他class X 他是一個列表喔 所以你必須找到裡面的第一項 這才是他割的結果 好AB你如果問他這個class的話 他就是文字了然後有兩個物件 長度2 這樣可以齁 好那所以說 你為什麼他會變成一個列表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在切割文字的時候他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切割 C.D.E 好 這樣子的X你看喔 我們再看他第一個物件是 第一個元素的切割結果 物件裡面的第二個 那個元素是 第三 第二個元素的切割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所以說你要知道你用這個函數切割出來他是一個list 所以之前我們為什麼一直教大家 不同物件的轉換啊處理啊 索引啊 主要就是 你發現 是有這個函數沒錯 可是他的output可能 並不是你想那麼直覺 好原因是因為他可能涵蓋了更大範圍的應用情境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接下來下一個 函數 這個 這些函數喔你都不需要特別記 就是說這個語法是什麼 你就是 因為我這一頁永遠都會留在網路上嘛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 寫程式的時候是思考說我現在想要切割他 那我就來這裡找一下切割的函數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我們來看部分吻合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今天 我想要找出 這邊有一段字串AB跟A 那我想找出哪一個字串 哪一個字串裡面有B 那我可以用 GREPL 那這一個含數就問他說 B出現在X的哪裡 然後就run了之後你發現他True跟False 所以代表第一個有出現B 第二個沒有出現B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GREPL是 部分吻合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你問他 GREPL A的話那當然是都有出現啦對不對 那就True 問他有沒有出現C 那當然是都沒有出現 這應該蠻容易可以理解的吧 GREPL這個函數 是問問 這個字串裡面有沒有出現某個關鍵字 這樣可以吼 某個關鍵字 好接下來 回傳出現的位置 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關鍵字在哪裡還沒有用啊 有時候你還想知道 他的 關鍵位置在哪裡 對不對 舉例來說 這個 A B A B C 他的A出現在哪裡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函數 好這個函數你弄下去之後你又發現了什麼 這個又出現了 對不對是不是又出現了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 這是一個物件 對吧 我們把它存成一個大物件好了 好這又是一個物件 那物件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元素那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這個 第一個 字串被我切割出來的結果 好那出現E3是什麼意思 他出現在第一個位置跟第三個位置 注意這個起始位置喔 他下面還有一個叫matchdance 這個matchdance你需要用這種方法把它叫出來 好後面斗點 然後把這邊貼上去 好這是他的屬性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你出現的這個字串 他的長度是多少 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你希望他列出來 啊你會說那 這個東西我 打是A 他當然長度就1 對不對 我打AA 那他長度當然就是2啊 為什麼我還需要這個屬性 你現在一定有這個疑問嗎 對不對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第二節的時候會教一個不定字串長度的截取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非常知道 就要說 你想知道 A XXX B 這個XXX中間幾個字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長度的資訊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這個函數可以給我們兩個資訊 一個是他的起始位置在哪裡 第二個是 他的 長度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函數喔 好接下來 子字串 子字串是說 我現在需要把一串字 我們已經交四個函數了喔 接下來我們需要把這一串函數 把它的第一個 字到第四個字把它切出來 就把ndmc切出來 那就 sub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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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第一個到第四個 這樣切出來就是ndmc就出來了 如果切3到6 你大概可以預期啦就是mc12就被我切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子字串可以拿來做 這個就是 文字的切割 如果知道他特定的位置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函數跟這個函數 他一看就知道 他有組合的潛力 對不對 我 第一個 元素 開始切割 切割長度為1那就是1到1 對不對 那這樣子切割出來 是不是我就可以把a給切出來了 對不對 第1個第3個元素 到第3個元素切割出來那也是a 所以這兩個函數顯然有可以組合能力 這樣懂我意思啦 好接著 再來看一個叫自圓取代 gsub 那我們來看一下gsub 好我要把a取代成c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結果就是ccbb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自圓取代也是一個重要的函數啊 就是 我可以把我的這個就是某一個特定的文字 或者是什麼我把它取代成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是重要的喔 還有另外一個 計算自串長度 nchar 好這些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有可能會組合出來的喔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有substrain 那個substrain對不對 你搞不好想要切到最後一個 位置啊 但你又不知道最後一個位置數字是多少 對不對 你搞不好就需要這個函數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或者你想要切 從後面數過來倒數四個 那你就需要nchar ar這個 函數來協助我知道 這個資訊 好 接著大小寫的切換 大小寫的切換也是非常好記的函數名字 to lower 跟to upper 就是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不好 這個大小寫的切換他大概就是這麼簡單 好那 我們 這八個 這八個函數 這大概是九個啦 這九個函數 就是 處理文字的基本函數 所有 所有 所有的文字 的這個處理都可以用這九個核心函數完成他 我們今天這一節課 跟明天那一節課 都是來處理字串 好不好 但是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樣好好的應用 這 九個函數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一個簡單的應用 第一個簡單的應用是假設 假設 我現在 我們先不要看下面 我們先看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email 這email 他現在就是 我那個 at 然後後面有一些東西 at後面有一些東西 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 把就是 假設這個是別人交上來的信箱 那 我現在希望每個人的帳號就是這個 這個前面這個東西 我希望每個人帳號就是這個 那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以後的把它 刪掉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做呢 來你想想前面 這一些函數哪些可以做 舍去 大概就 你大概很容易可以想出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用字串分割 我把 這個at這個符號後面的全部割開 用at來割 對不對 那割出來前面那個元素就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好第二個想法是什麼 先找出at在哪裡 找出at在哪裡之後 用字串的方式把他前面的部分給割出來 對不對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示範的方法 用strsplit 來做字串分割 怎麼做咧 首先你要先知道 你的 account naccount是多少 naccount就是你的長度 長度是2 因為你要知道strsplit 這個 這個 函數他切出來是一個物件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物件裡面每一個元素分別處理 這樣可以吧 好來 那我們先把account 先產生一個 開一個空的 空的文字向量 我們等一下要把它填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接著 我把這個email 用這個符號去做切割 切出來之後你看這個物件 他是不是第一個物件裡面第一個元素 裡面的第一個東西就是我要的帳號 物件裡面的第二個裡面的第二個東西就是我要的帳號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就是i回圈從1到naccount account裡面的第i個 等於這個物件裡面的第i個子元素裡面的第1個文字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我這個回圈做完之後 我得到的是不是就是我的兩個 就是at前面的東西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第二個做法 第二個做法是 好來看一下喔 我先找出我at的位置在哪裡 好找出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他告訴我 第8在第12 那我要用substr切的時候 按照我們剛剛的邏輯是不是要切 這個字的前個字 也就1到8-1 1到12-1 這樣可以接受吧 1到8-1到12-1 那我這個position我要怎麼叫出來 那一樣 他的第i個 裡面的第1個元素 這樣可以吧 第1個出現的字 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喔 我們怎麼切的 naccount accounti 等於 substring emailsi 我要切第1個 email 從第1個元素 切到 第1個 at出現的位置 -1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我這樣 run完之後 我的account 也出現了 好這樣了解我的那個 就是運行邏輯嗎 也就是說你要有你大概知道前面這幾種物件出來的格式是什麼 那 這些索引啊回圈這些我們理論上到這一節課 你應該都可以非常熟練的應用了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我們的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請你直接點這裡 你點了這裡以後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請你右鍵另存心檔 好你就可以把他存下來 好存下來以後請你把他讀上來 好今天是第10課啊 你把他讀上來之後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readlice 這是一個讀字串的糖術 好你發現了這一串 這個報告他的格式是什麼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 然後 這個 資料來源是什麼 然後日期是什麼 然後世界時間是什麼 然後 經緯度是在哪裡 然後發生在哪裡 案情摘要 然後之後就是第二個日期 一時類推下去 所以我希望你切割出什麼 我希望 你可以把 他就是一個半固定式的格式 半固定式的格式 我希望你可以把經緯度的位置給切出來 經緯度的位置 我希望你切割出來的是 數值格式喔 你不是切割出文字格式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在這裡面你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我來跟你們講好了啦 首先第一個 這邊 幾度幾分 這個幾分 這個幾分他是 分跟度的轉換是60 60個分變成1度 這大家可能要先知道 60個分變1度 所以你需要 把它變成 幾度幾分變成一個數值的話 你可能變成是1度1 加上 9.18除以60 這樣才會變成幾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二個是 你在切割經緯度的時候你要注意 北緯 他是正數 南緯他是負數 東金是正數 西金是負數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說你在切割的時候 你要把 10.13 北緯10度13分 把它轉換成 這個 正的10點 大概可能 2級吧 對不對 這個其實也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啊 南緯 你看到南緯 你就要把它切成 負的 0.31 類似這樣 這非常困難 了解吧 你怎麼把半結構化的數據 把它整理成表格的形式 這件事情 你整理成數值 他就會變表格的形式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我們 面對的第一個挑戰 這個 這個練習題 我不會讓你一次做完 好不好 你們先想10分鐘 先想怎麼做 你們可以寫 當然可以打出程式嘛 最好 可是我只是想要先知道流程喔 好不好 流程 然後我們 做一半之後 我們再來繼續讓大家做一下 好不好 先給大家想10分鐘 好就是 如果我們要做這一題的話 我們首先需要先 仔細觀察我們的資料 觀察之後你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他在要出現 這個什麼 北緯啊 南緯 東京西京之前 他前面一定會出現 經緯度 冒號 這個 這個字串 對不對 所以 只要是出現經緯度冒號的那個 這個我們才會想要 那後面我們基本上就不會想要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這個 我們就必須要先把經緯度在哪裡給找出來 我們在前面的 基本文字操作裡面 哪些 哪一個函數可以找字 好你在這裡好像有一個部分吻合這個東西對不對 這個東西可以找字 所以我們第一步需要先把 經緯度在哪裡給找出來 好那非常簡單呢 怎麼找來 data1 它等於 好就來說 data裡面的 我們 GREPL 然後這個 好我們 就找 經緯度 冒號 好這個東西出來是什麼 一堆True跟False 對不對 那True跟False可以拿來做 然後鎖印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把它當鎖印 然後把data給找出來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 等於data1 我們再看是data1當什麼樣子 欸沒有問題了吧 這個 經緯度 然後冒號 這樣子的話我們總共就7組經緯度 欸為什麼會7組啊 這邊不是 8嗎 怎麼那麼神奇 1 2 2 3 4 5 6 欸這裡居然沒有經緯度 經緯度欸 好沒關係這個可能 就是代表他少了一筆 沒關係啦這個他有時候 我跟你們講就是你處理文字 半結構畫資料有時候難免就會少一筆 他就沒有登記好嘛對不對 好沒關係就7筆也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那接著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一定 我們要處理之前我們一定是想要把 這個 就是 經緯度給他去掉然後這個 東京西京把它分開嘛 其實他非常的固定格式非常的固定對不對 我首先要先把經緯度給取代掉 取代我是不是前面好像有教過這個函數 取代 取代空白嘛對不對 好那這樣是不是就有這個 GSUB 那我可以把它取代掉 好那所以 我可以把 Data2 他等於Data1 GSUB 好然後我勒是什麼 經緯度我想要把它取代掉 取代成什麼勒 取代成空元素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Data2是不是就乾淨很多了 他只剩下這個樣子 那接著 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想要把它切開來嘛 這樣比較方便使用 Data3 他等於 切開怎麼辦法用 切開是不是有個String Split 好來 這個Data2 他等於 等於什麼勒 等於這個鈍號 我們就直接複製貼上來 好那接著 Fix 等於True 這樣我們的Data3 是不是基本上就已經 這已經切得非常好囉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下一步 顯然就是我們要一個一個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一個一個處理 我們一定是 I等於1 那I等於1的時候我們來處理的金度 我們處理的這個 我們處理的這個 緯度是不是就在這裡 這樣這個就是I等於1的時候嗎 I等於1的時候 北尾10度13分 那下一步你需要做什麼勒 你直接接著再這樣想一下好不好 你現在只要處理這一串 然後跟處理這一串 你要怎麼你北尾 然後跟 東京 那我直接跟你們提示要怎麼做好了 首先你們一定是 先把 正負號確定 正負號確定你要問他是 北還是南 那是東還是西 這就正負號確定嘛對不對 第二個 你顯然需要以 度 那個幾度的這個度為核心 然後把 前面跟後面去掉 對不對這樣可以了解吧 就是 後面一定是後面一定就是分嘛對不對 前面一定就是度嘛對不對 然後你必須 捨去 北尾或捨去南尾這樣的字 你剩下才是數字嘛 對不對 那數字你 你變成你如果這邊只剩下10 你應該就可以as numeric把它 轉換成數值了對不對 同樣 在度的後面 你一定是要把分這個中文字給他去掉的 那剩下部分 是不是就是也是可以as numeric 那 你接著你就可以把度跟分 把它加起來 是怎麼加勒 度的numeric加上分的numeric除以60 這樣就可以把它加起來了 然後可以把它存到 主要說存到一個 就是 維度的這個 就是 維度的這個就是 維度的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 那個東西金也是一樣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再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試著把這一題給做出來 好那我已經把這個答案已經貼過來了 我們現在重點就是我們如何 在做出我們現在已經有的這個樣子的狀況下 就是 已經現在已經data3了嘛對不對 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怎麼樣去把 就是 我想要的這個 緩度跟精度給切割出來 首先在i等1的狀況下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我們首先要先確定 data data3裡面的第1個 裡面的第1個元素 這是 緩度嘛對吧 這個緩度如果出現難 那就代表是難尾 對吧 那我要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出現 什麼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用 GREPL 部分吻合的這個函數 那如果我發現它有難的話 我的 它的 這個 方向就是-1 else 它的方向就是1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我是不是就可以先決定我的 緩度的方向 這樣可以了解吧 接著呢 接著我就要想要把 用度 用度這個 因為幾度幾分的 這個關鍵嘛對不對 用度把它切割開來 所以我可以用 StreamSplit 然後把它切割完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 現在是一個 北尾10 然後 後面就13分 對吧 好然後 你注意這件事情喔 因為它是一個 list 對吧 它是個list 所以我在進行下一步的處理之前 我現在要先把它的list給解開 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才是一個文字 對吧 所以我是要對它做什麼文字處理的 因為它的文字只會出現 要嘛出現北尾 要嘛出現南尾 要嘛就出現分 對吧 所以我透過 這三個處理之後 我就可以把 所有跟 北尾南尾跟分有關的字全部都捨去 現在是不是只剩數字了 只剩數字以後 我把它as numeric 做完之後 它的這個數字是不是變 10跟13 那我要怎麼把它加起來呢 10 就第一個元素加上 第二個元素除以60 那這就是它的實際的 精確的緯度數嘛對不對 然後再乘以 它的方向 因為你不知道是南緯還北緯嘛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是緯度就出來了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串不好打 不是想不到 是你要打很多字 我跟你們講 字串處理沒有什麼 捷徑啊 就是你一定 你沒有什麼很 非常好的想法可以做得很好 那個半結構化的就是規則很多 這樣知道吧 所以知道為什麼前面幾節課不斷在訓練你們 如何去建立複雜的規則嗎 對不對 那你的程式碼會有很多行 好接著 東西金 這個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西金 那就是 西金是負的嗎 西金是負的 所以說這個 西金我們就給負的然後東金我們就給正的 然後接著勒 一樣 我們用度把它切割開來 這樣可以吧 度把它切割開來之後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金度 他一樣是一個 list格式 所以我需要先把list格式給解開 之後 變成 變成一個物件格式並且東金已經被去掉了 西金我要去掉然後氛圍要去掉 一樣 Asmeric出來之後 107跟2 好一樣 第一個元素加上第二個元素除以60 再乘上方向 這就是當前的 精度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一大串 非常簡單你要包成回圈就是 4 I 1到多少呢 lens data3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大串把它複製上來 然後做個回圈 先run 好我們的 金度跟我們的緯度 的精確數值 就出現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機會 告訴你說 如何去處理半結構化 你要處理半結構化的資料 你需要哪些技能呢 首先你要先會觀察 找出規律 這是非常重要 你要先找出規律 第二件事情是 你需要 掌握 這些文字處理的這些 他有哪些功能你需要知道嗎 對不對 那這些功能就可以組合出任何所有我們想要的功能 好那但是 到此為止你已經把這些函數的功能已經非常熟悉啦 你至少經過一次啦 那我們下一步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 今天 他剛剛好我今天給的這個例子 他出現的這個 緯度金度 他就一定是北緯 南緯 就不會出現一個北北緯 或是 什麼東北緯 類似這種字對不對 如果出現不特定組合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沒辦法處理 目前為止我們沒辦法處理嘛 一定要我們想到的才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大家一個新的東西叫正則表達式 有時候 我們想要找到的pattern 我們想要處理掉的pattern 是非常複雜的組合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 我們就需要用一個 東西叫正則表達式 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現在覺得說我想要找出中文字 這是不是一個 很大的範圍 不特定的字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說我把中文字去掉了 這個就是一個 你就需要用到這個東西叫正則表達式 正則表達式的意思是 我把 規則寫下來 符合某些規則的字串寫下來 那我要找出符合這個規則的 把它處理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正則表達式 你現在要注意一件事情 正則表達式分 中括號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 分別是 對應到不同的規則 我們先叫中括號 就是你要知道的件事情喔 你現在在寫正則表達式的時候 這三個 中括號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 它分別代表不同的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中括號是什麼意思 來首先 我們先看一個範例 ABC123 ABC12 驚嘆號34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只想留下數字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 不屬於數字的 部分給去掉 那你看我怎麼寫的 中括號 然後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是那個6上面那個符號 0-9 這個意思是說 0-9以外的 都要都符合這個規則 就是 0-9以外都符合這個規則 所以說 就是 這個 除了數字是不是都被我涵蓋在裡面了 好我這一串打下去之後 你看它取代掉 這個是取代函數對不對 取代成什麼呢 0-9以外的 都被我取代成 空字元 所以它是不是就只留下了數字 好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來再看是 這一串的意思喔 中括號代表 符合某些條件的字 那 這個單位是一個字元喔 不是一個 不是一串字喔 是一個字元喔 好 一個字 這個字元 它如果 不屬於 這個是不屬於的意思 不屬於0-9 那 它就會被取代成空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不屬於2-9 那這樣子 1是不是 在這裡會有1嘛對不對 1是不是也不在這個範圍內 1也會被去掉喔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到了吧 1被去掉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1也被去掉了喔 那我們再做個實驗好了 舉例來說 我覺得ABC我也要留下啊 我是覺得這個 金灘號我很討厭 我想要把他刪掉 那我可不可以說 這個A到9 我把他留下來 可以喔 你再看一下 這個 Range不好 那就是0到 那應該是0到Z是不是 來看一下 0到Z才對 好 就是他的那個排列順序 你如果用減號這個符號 就是多少 什麼到哪裡嘛 對不對 這個 0123456789 然後之後就大A到 大A到 大Z然後小A到小Z 所以你的順序要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啊但是啊其實 他還可以 有一些進階的 他還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表達 好就他說 我只是不要 ABC 那我可以寫ABC 好這樣子 我不要ABC 這樣出來就是 不是ABC的就被我去掉了 不是ABC的就被我去掉了 這樣 ABC就要被我去掉 好那 你中間可以去掉 AB AB要被我取代 AC要被我取代掉 你看B是不是被我留下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還可以驚嘆號也可以留著喔 好這樣 這樣可以了解吧 欸 那我們今天來做個有趣的實驗好了 我這邊假設是這個符號 那 我想要把這些把它去掉 還真的可以喔 那 因為我想我剛剛想說這個 那我來故意有一個減號好了好不好 那減號總不行了吧 因為減號減號有特定的 欸 還是可以喔 那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假設你們有減號的那個 就是 那個 奇怪的符號 你前面可以 那你這樣寫是不是就不行 我們這樣寫是不是就不行 當然是不行啦 因為那個 因為這樣這個減號變成是 誰到誰嘛 對不對 我想跟你們講的是 如果你今天出現了奇怪的符號 就是他在正則表達式裡面是 有特定意思的 請你在前面加上兩個反斜線 這樣子的話 還是不行喔 真是太不給面子了 我覺得實在是 好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就是 這個 如果你今天要出現特定符號 就是用兩個反斜線去 去寫的話 他就是告訴阿源說 這裡他就是一個符號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特定的這個 就是他不是一個正則表達式裡面的邏輯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我這 我剛剛真的是沒有試過那些 這些功能我也不是很常用 好這樣可以嗎 中括號用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打字在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或者是 直接有這個 很多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不是 不要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到什麼東西 小A叫小Z 大A到大A 所有靈魂字母 W到小Z 小W到大Z是不可用的 因為跟我剛剛的那個順序有關 這樣可以接受 好注意一件事情喔 假設我現在 你注意一件事情 這樣一個中括號 一個中括號代表的是一個字 一個中括號代表的是A到Z 好這樣是一個字 那我 A到Z想要把它取代掉 這個那他當然就會只留下AZ以外 對不對 那如果想要故意想要把它取代掉 C1 C1 D1這個地方 那我要怎麼做咧 來注意喔 那他是一個 一個英文一個數字對不對 我需要中括號打英文 後面再接一個中括號 打0到9 這樣就是一個 一個英文跟一個數字的組合 我要把它取代掉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到了吧 C1跟D1是不是被我取代掉了 這樣可以嗎 好舉例來說 假設我想要取代掉的是 連續 一個英文接上連續三個數字 這樣前面這裡會被取代掉 但這裡不會 對吧 可以接受吧 看到了嗎 是不是 是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功能威力在哪裡嗎 所以中括號 中括號注意 中括號是描述一個字元喔 不是描述多個喔 好不好 你如果想要找到一個字元 就是一個特定的字元 他的某些條件 你可以用一個中括號去取代他 你前面你前面你可以加上 B B 然後加上一個不特定的這個 然後 再加上個1 這樣子 BC1會被取代掉對不對 但是 呃 BCD1 因為中間 有兩個字 然後 兩個不特定的字 這樣子他就不符合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一樣 這樣 BC1會被取代掉 然後面不會被取代掉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想你們對中括號的應用應該已經可以了解 他的意思是什麼了 好接著我現在要來跟你們講大括號怎麼用 大括號是在講說 前面那個單 前面那個字元 出現幾次 出現次數的範圍 什麼意思咧 剛剛我們是不是發現了 這個B 到E中間出現了 兩個字 這邊只出現了一個字 那你只打一次那當然就是只出現 你把一次的把它去掉嘛對不對 那你這邊打兩次 那你就變成只符合後面的不符合前面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就是後面的被去掉了前面 沒有被去掉 好所以我怎麼樣 這樣規定 這個不特定的A到Z 他要出現 1到2次 我可以用一個大括號 逗點 1到2 這樣意思是說 B 然後後面出現 A到Z 1到2次 之後出現1 我要把它捨去 好你們有沒有覺得越來越複雜 真的都捨去掉了對不對 好這個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很有趣 就說喔 你看你現在 你現在看這一串就看得懂了嘛對不對 你本來一定是看不懂這一串的 好那 你大括號你可以 1 然後 逗點 然後沒有不填字 這樣是代表 不特 1個 1個以上 1個以上 就要把它取代掉 這樣懂我意思吧 1個以上我就要把它取代掉 好你看現在 那現在 現在我這邊加上一堆有的沒的 一樣喔 他還是會被取代掉 這樣可以接受 因為 大括號1斗點沒有那就是一個以上 我就要取代掉 那 這邊也可以兩個以下 我要取代掉 兩個以下我要取代掉後面就 後面就不過關前面過關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你可以 大括號的應用你可以了解吧 好有幾個 注意出現N次 出現N次的這種情境 有幾個特殊的符號 可以來用 第一個是 緊 米號 米號 完全等於 0 完全 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符號 完全可以用個米號來取代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米號意思就是 前面 出現 0次以上 至少出現0次最多無限次 這就是米號 夾號勒 至少出現一次 最多無限次 問號勒 0到一次 好 可是 原則上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自己打的話 就是你自己打的 程式 我比較喜歡那種大括號 你只要學大括號就好了 你不用學說問號是什麼意思 那多麻煩啊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Nice to meet you 有時候有我們打字的時候 你看這裡是不是出現兩個 空白這邊出現三個空白 如果空白加號加號加號是什麼來加號是一次以上 我通通把它取代成一個空白 所以這樣子我們出來字就會很簡單 Nice to meet you 這樣可以連結吧 但是我說過我不喜歡加號對不對 所以請你用這種方法打 出現一次以上 我都要把它 取代成一個空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出來答案會一模一樣喔 好那我想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你應該是 有辦法了解啦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那我們大括號也交完了 中括號也交完了 大括號也交完了 我們現在剩下小括號對不對 我們還有什麼願望沒有辦法被解決的 我們還有一個願望 就是假設我現在 A或B 你看 中括號是不是 他可以 允許多個 多個 Pattern 但是問題是他只能夠一個字 對不對 那大括號是描述次數跟次數嗎 那如果我的A或B 這個A或B他的長度不只1勒 我們要怎麼解決 我們就需要用到小括號來解決 你看著喔 就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GI EPL是指說 這個有沒有出現嗎 來 Madison Medical 這個Medic是不是 開頭是完全一樣的 Medic這樣開頭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 後面是 INE或是L 你如果用小括號 中間用這個或這個符號把它隔開來 你就可以抓到屬於Medicine跟Medicine 他的 他的位置出現在哪裡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後面再打一個 我後面隨便打一個字啦 好不好 Medic 這樣子 他就是FORCE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小括號 小括號大括號 中括號大括號 意思 你就可以了解吧 注意喔 中括號小括號可以連續應用喔 然後第二個字 我是 出現 N或A N或A 然後 後面E出現 E或L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Medicine跟Medicine也都考慮到了 可是他如果拼錯 他如果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用 好可是 欸 I N 喔這裡多了一個I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I I我要I我可以這樣寫喔 他出現 0次 以上都可以 0次到一次都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這樣出來就是 這樣出來前面兩個都是True了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只是故意教你們一些比較神奇的組合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或者是你希望他出現這樣小括號 好出現 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把後面這個Medicine 後面FAS 把它寫上去 這樣子出現就是 前面或後面都可以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吧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 他們可以透過無限的組合去 處理 這樣不管是一個字元的 多 多個屬性 或是多個字元的 或是出現不特定次數的 我們是不是都描述完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這個就是 這個符號 他還可以拿來做 就是他還可以拿來做下面的使用啊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還有幾個特殊的符號 舉例來說 我只想看字手 出現的或者字尾出現的 我們用這個符號這個符號 來去處理 好舉例來說你看喔 How are you 我想出現you結尾的 you結尾的是不是這兩個 那我就是you 然後後面用這個符號來代替 這樣就是you結尾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 如果我後面就是故意出現一個這個 我想要找出you然後後面有這個的勒 我們這樣直接做的話 我們找出來的就是他 不是他這樣可以吧 我剛已經講過要怎麼處理的 我是不是要這樣子 我這樣找到的就是 這個 x 第一個 第一個元素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所以 結尾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符號來處理 那開頭咧 開頭我們需要用到這個符號 開頭你看他在中括號裡面 是不是的意思 對吧 但他在這裡就變成 什麼開頭 H開頭的我們要找出來 前面兩個 被我找出來對不對 好最後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有一個叫點 點代表是任意自圓 這個是唯一我們會常用到的東西 就是 我這邊出現任意自圓那 那個 米號是什麼意思 米號是出現不特定 不特定次數嗎 0到無限次嗎 對不對 米號是0到無限次 所以號 點 米 A代表什麼意思 號後面有A的 我就要把他抓出來 H後面有A嗎 有 這裡根本沒有H開頭 所以前面兩個會被抓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 True True False OK吧 這樣子對正則表達式的了解 已經充足了嗎 要驗證你充不充足 我們就來看這個 我們先來看 我們剛剛 這個 北尾南尾這個範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可以 北 南 然後 中括號尾 對不對 然後 出現 這個 數字 一次以上 度 然後 出現 數字一次以上 然後 小數點 後面呢 小數點後面 小數點有沒有出現都可以 小數點有沒有出現都可以 後面 不特定 這個 那個後面幾分 也是有沒有出現都可以 分 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樣我是不是來 我這樣子抓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當初的這個東西 他需要有 match length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長度多少 對不對 因為 符合這個pattern的長度多少 每一串字不一樣多 符合東西金這個pattern 長度為多少的 也每一串字也不一樣多 那這是起始位置 這是 長度嘛 對不對 好 接著我把它割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北緯 10度13分 還有 東金 多少度 幾分 這樣是不是被我割出來了 對不對 好接著我要做處理的時候 你看一下我用了多麼精簡的 語法就把它割出來了 來 來首先 我把度割出來之後 0到9以外的就被我去掉 我本來還要 慢慢捨去南緯北緯 有的沒的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喔 這樣做出來之後 我們I等1的時候來做看 I等1的時候來做一下 好先割開完之後 他長成這個樣子 北緯3 度 然後58分 好這樣可以吧 I等1的時候 為什麼I等1會切出3度58分 他到底在哪裡啊 喔這個I I等1我們再做一次 這是第7個 I等1的時候我們再做一次 好切出來了 切出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來把 0到9以外的 0到9跟小數點以外的 去掉 好你看現在是不是 10跟13 超簡單的對不對 as numeric 變數值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變成這個 第一個數加上第二個數除以60 那這個數字我們再看他是不是南緯 還是北緯 是的話我們就給他加個負號 然後是不是吸金 好這樣子的話我們是不是 非常簡單的可以取得 這個緯度 然後跟取得我們的 精度 好 學會正則表達式之後世界就變得如此的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練習2 練習2沒有我剛剛那一題那麼難啊 好不好 練習2 來這一串字 是隨機組成的數列 我們希望我們的密碼規定如下請你檢查出不符合規定的位置有哪些 1 密碼長度必須8碼以上 這個我想應該不會太難 NCHAR就可以解決了對不對 就是 問字串長度有多少啊 好 接下來密碼必須同時包含大寫 小寫跟數字 至少包含一個 這個是不是很長你在打那個就是你在 那個申請 奇奇怪怪的帳號的時候他是不是 會要你說你的密碼必須滿足哪些條件 對不對 你現在會知道要怎麼測了對不對 他至少出現一個大寫一個小寫或一個數字 好那假設你 第一題 很快就解答 解出來了 請你做第二題 第二題是什麼 兩個大寫 兩個小寫 兩個數字的 出現在哪裡 就是同時他不能夠只有一個大寫 還有兩個大寫兩個小寫兩個數字 好這題 我想前面不會太難前面我們給你5分鐘的時間 好不好 後面 我希望你們 試著再做一下 那也許也是5分鐘可以做出來 好不好 來跟你們練習 好如果你需要就是找到就是 字數 符合我們條件就是 他需要有 這個 密碼長度8碼以上 你應該很容易可以想到就是我們可以用NCHAR 然後X 然後他可以看到他有幾碼嗎對不對 那如果他大於等於8 那這個顯然就是我想要的 對吧 這一個條件是 我想要的第一個條件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我希望他可以至少出現一個大寫 至少出現一個大寫 我們就是用部分吻合嘛對不對 好然後大寫要怎麼寫 這個A到Z 這樣是不是就是出現大寫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子的話按RUN 他是不是就是這兩個條件要什麼 要交集嘛 所以用AND 這樣是不是既然 既出現大寫 又有8個以上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小寫 小寫你應該也不會覺得太難 那就是小A到小Z 那這個數字呢 數字你應該也不會覺得太難 就這樣0到9 然後這樣子全部 出來之後 剩下True的地方就符合了嘛對不對 好我們把這個當作索引 我們把X給找出來 現在剩下這些就是符合 至少有一個數字 至少有一個大寫 至少有一個小寫 然後 他又沒有 他又長度為8碼以上的 這樣可以吧 或是你想找出他的位置 那這些就是滿足條件的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想 第一個題目 應該 就是如果你想不到的話 你可以再想一下 為什麼我想的這麼容易 應該不會太難 那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正則表達式的應用 對不對 關鍵是第二個問題 兩個以上大寫 兩個以上小寫 兩個以上數字 那 我問你們 你們可不可以這樣寫 出現大寫又出現大寫 當然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 他後面這條怎麼知道 他前面有沒有判斷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顯然要兩個以上的大寫 兩個以上的大寫 那 一個比較簡單的想法是不是就是 這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就出現兩個大寫了 對不對 出現兩個小寫 出現兩個數字 一個都沒有怎麼可能 對不對 出了什麼問題勒 我直接跟你們講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我們現在開放 給大家 回答一下好不好 這個至少要加個1分 好這樣寫有什麼問題 來請講 這樣變成已經要連在一起 講得非常好 那我要怎麼樣確保他 不一定連在一起 他可以連在一起也可以不連在一起 任意致緣 0到無限 很好很好 任意致緣0到無限 好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0到無限你也可以這樣寫 江振景去記一下好不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覺得非常的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這樣子是為什麼 來 他出現 A到大A到大Z 大A到大Z 中間 可以有字也可以沒有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非常的感動啊 這個就是代表 教學有成效啊 就是 非常了解 就是 東西是有出來的 好不好 來 這個 4 14 16 34 4 14 4 這一些我們用索引來給他看一下 他是不是就滿足了這個條件 是的 沒有錯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就是 這些都至少有兩個大寫 你看他這個大寫 跟這個大寫 中間隔了一些字 對不對 所以說剛剛那個樣子就是確實是沒有辦法 你要出現兩個 但是你還要考慮到他不可以是連續 你如果只有用中跨號的話他就是只有連續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基本上就是上到這裡 等下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啊反正也還沒有完全下課嘛 對不對 那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 今天我們就是示範如何處理文字 那我們下一節課 我們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技術拿來做 網頁的 自動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爬蟲啊 就你寫一次程式去看網頁 然後把一些關鍵資訊把它截取下來 什麼關鍵資訊呢 就來說 女生在上面真男友 對不對 我們就一直很想 寫出這個功能啊 好不好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 這個 結束先登啊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用 程式可以讓你 更快的知道這個 有女生在真男友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 我們下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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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